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记哪个地方的书界 五间房村的录像到此结束 这段画面出自央视播出的关于扫黑除恶的大型纪录片 黑恶势力无处不在 农村地区和各行各业都无法避免 陈海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抓捕陈海涛行动 也是首都北京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响的低呛 再次入狱的陈海涛 看见熟悉的场景 不知是何心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在11年前 他曾因聚众赌博被抓捕归案 这样的案底 还能当上村之书实在是让人费解 陈海涛出生在房山区流离河镇的五间房村 流离河镇是首都的南大门 地位很高 陈海涛从地下赌局组织者到村之书 这样的经历和陈海涛心狠手辣 胆大心细脱不开关系 来到五间房村 有一处十分奢华的住宅 就是陈海涛违规司建的四合院 占地达到4.19亩 里面不仅有宴会厅 甚至还有KTV等娱乐设施 专案组调查发现 这里不只是陈海涛的家 还是村委会的办公室 陈海涛自小就不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 最是擅长钻影 一心就想赚大钱 后来更是接触到了黑社会 他看到了灰色生意的巨大利益 一头扎了进去 依靠开设赌局和暴力追债 陈海涛可以说是 已经成为了村里最有钱的人 甚至还有了自己的一份势力 然而公安机关自然不能容忍 陈海涛的犯罪 因为从2004年开始 陈海涛就屡次被公安机关逮捕 罪名包括聚众赌博和诈骗 最长的判处达到三个月有期徒刑 赌博入狱 男子不加悔改 走上老路 还非法操作成为了党员 在出狱之后 陈海涛是丝毫没有悔改之心 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是自己不够小心 于是他又开始重新组建势力 还训练了一批打手 这样的经历 让陈海涛意识到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 成为了黑恶势力老大的他 竟然开始想要燃指基层政权 有钱有势的他 早就豢养和组建起了一个步伐团伙 在他看来 成为村之书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他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村之书可是党员 陈海涛并不满足这一点 当然 这不能让陈海涛放弃这个想法 他开始申请入党 然而 有着案底的他 真的能申请成功吗 按照惯例 这自然是绝无可能的 可是陈海涛却另辟蹊径 起初 他被北京市房山区流离 何振党委组织部部长张学刚明确告知 个人有犯罪前科 还有这个违法犯罪记录的情况下 是不能成为党员的 正审不过关 然而 做了这么多努力的陈海涛 开始琢磨其他的办法 短短两个月 陈海涛就做到了 他找到了 时任长阳镇西厂村党支部书记行某 靠着他做了一份虚假的入党材料 从异地入手 这样一份材料 经过多重审核 竟然顺利通过 让他成功入党 陈海涛当上了村之书 如愿以偿的他 可想而知 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些什么 入党一年后 陈海涛受到了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因为他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 然而 这处分丝毫不能影响陈海涛 他仍旧利用手中的权力 大肆敛财 陈海涛违规承懒会农工程 非法占用土地600多亩 这些才是冰山一角 在成为村之书后 陈海涛并没有放下 从事灰色生意 陈海涛着手清洗 自己拥有多项犯罪前科的黑帮 个人聚敛的黑财资产金一元 他从来没有放弃开设赌场 他不仅自己开设 还多次组织手下的人 到澳门 缅甸等赌场赌博 靠此发财致富 叫什么呀 我拆一刀 拆一刀 那今天能给你带上靠的 靠的吧 你应该有正经动 尝不尝我 啼是没啥也没放过 尝不着能等 什么职务 村是书记 哪个村是书记 你先玩 村之书成为了土皇帝 最终撞到了枪口 恶有恶报 村民们因为这个村之书 也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陈海涛费尽心思 搜刮民之民高 当地村民竟然连吃水 都成为了难题 通了自来水后 陈海涛以没有维修经费为由 将自来水供应时间 固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 陈海涛把自己当成 村里的当地皇帝 有一次 更是明目张胆 将村里超过2000万元的 争地补偿费 直接转入自己儿子的账户 为了发展关系网 陈海涛用手中的钱 贿赂了一批政府官员 为自己开后门 随后更是开始任人为亲 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都发展成为了党员 只要敢干就行 凡是有反对和不满的声音 自然迎来了陈海涛的疯狂抱负 就这样 陈海涛更加肆无忌惮 他村子里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随着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打黑除恶行动逐渐开始 俗话说得好 村霸不倒 基层难治 黑恶不除 民心难安 因此 为了还百姓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产出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陈海涛无疑是撞到了枪口上 北京作为中央重点 首先排查地 陈海涛的罪恶行径必无可避 涉及到陈海涛违规入党 民警已经将此事 移交给了北京市房山区 纪监委全权处理 而针对陈海涛背后的关系网 自然是一网打尽 绝不姑息 其中涉案的四名党员干部 也都被纪检监察机关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此事由北京市房山区 纪委监委全流程跟进监督 房山区相关街道 镇村等15名 曾和陈海涛同流合乌的 失职失责人员 纷纷被给予了党纪政务处分 时任北京市房山区 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的李维说道 在这样的结果面前 所有的环节 自然都要被追究 这是没得商量的 只有抓好基层 才能更好地提高 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2019年5月28日 陈海涛案被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对陈海涛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14项罪名进行起诉 对此陈海涛供认不讳 证据确凿 早就容不得陈海涛抵赖 最终 陈海涛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资产 自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中央组织部在全国部署 开展整顿基层政权 有违规涉黑村党组织 超过12万个 问题村干部4.27万人 被处理处罚 在党和国家的保驾护航下 黑恶势力被严重打击 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日渐增强 天网灰输而不漏 诸如陈海涛这样的恶人 最终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他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他一下 你不吝点赞 订他一下 去点赞 订他一下 最终的点赞 订他一下